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尘的微风 我们向远处处包装 往事如烟 不要回首 沉默弥漫中 音乐在我心里响起 母音开起 别再忧愁 谁知我心中 何去何从 谁令我感动 月里相同 早晨的微风 在心中 城湖弥漫中 多感动 不回首 别再忧愁 早晨的快闪直播 早晨的快闪直播 今天要来执行 如何15分钟完成一个me time时光 我们以微风往事正音所演唱的这一首歌 来做我们的今天词操的部分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几天追追追追到一个很美的夕阳 原来就在我家旁边 看起来是不是很梦幻的夕阳情调呢 欢迎大家呢 这个一起来欣赏夕阳 好 那他划不动了 划得动划得动 有三个色调 我觉得还蛮美的 你喜欢哪一个色调呢 好 正宜的 微风往事 送给大家 今天要来练习 如何在15分钟完成一个me time练字 不要常常说不可能 不要常常说自己做不到 就算我今天早上行程这么赶 我还是可以播出15分钟给自己 因为 我值得 那我们就再回到正宜的歌声当中吧 我们来重听一遍 微风往事 这个是事业昨天做的饺子 跟蛋卷 跟大家分享 早晨的微风 我们向远处处放重 好高哦 我还没有喝水开闪 不要回首 沉默弥漫中 音乐在我心里想起 无意开启 变得忧愁 谁指我行走 何去何从 谁令我感动 谁令我感动 我离相同 今天早上啊 今天早上啊 我真的是忙得不予乐乎 因为我今天早上睡过头哦 很难得我没有五六点就起床哦 我就这个睡到六点五十八分跳起来 吓到我自己 对所以呢 今天等一下又有另外一个行程哦 到有朋友在问说 老师啊 真的很难做到呢 每天给自己十五分钟me time 怎么会呢 像我现在就硬挤出来 还是有啊 所以呢 现在就是要来做一个示范 我就骑着车呢 就想说 嗯 怎么样个十五分钟啊 我就想到说 哎 来唱一首歌好了 把这首歌练好 那就是一个完整的me time嘛 所以呢 我就骑着车 然后就 想到正义的这一首歌哦 然后我就戴着安全帽啊 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就在这个安全帽的这个回音当中 我就这样 朝天的微风 我们向远处 出发中 往事如言 不要回首 就这样四句 我就觉得哎 我今天要来做这一首歌的词抄 所以呢 事实上十五分钟me time时光 就是一首歌的时光哦 一边练唱一边写字 真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哦 大家今天可以试试看 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然后呢 就来写写歌词 然后唱唱歌哦 微风往事哦 我真的很喜欢这一首歌哦 早晨的微风 我们就向远处出发吧 下一首早晨的歌呢 是我要给大家听的 是我要给大家听的 王欣年 啊 那个早晨的 风筝的早晨 啊 那个早晨的 风筝的早晨 我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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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我请不吝点赞 小 неп陈迷zona 我请不吝点赞 73 跟带着你柔情的夜深 看日落夜深 看黎明黄昏 看风而追过每个早晨 看日落夜深 您收听的是FM 10999 我们今天挑战15分钟me time时光 本来想收听一首歌就好了 可惜我脑海中又浮现了第二首歌 风中的早晨 王七年跟马亦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项明鸣歌代表着是我们的青春活跃的时代 那如何让我们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的是肉体 长生不老的是灵魂 所以偶尔回顾往事 没有关系的 事项我们可以在往事当中 在轻轻的时期 这些微风 这些清晨 这些让我们生活呢 觉得很忙碌 但是又觉得 有一点点 漂亮的 值得期待的过去 今天早上的两首歌 微风往事 跟风中的早晨 不晓得吗 恭喜你 往日的回忆呢 你可以像我这样子用软笔跟铅笔交流一下 写下属于你自己的 我的青春 我的歌 接下来的第三首歌曲 15分钟挑战三首歌 哎呀 我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哦 今天的小美名歌的第三首呢 我要带着大家去听一首 你可能很少去听的歌 是由马昭君所演唱的 那年我们19岁 这场在我先生的车上听到的一首 很好听的歌 演唱的歌 享受速度享受的游戚 享受創作 享受共同的未来 生活是如此的自由 那一段自己彻底往事 继续走到继续再改变 因为我以来还要祈求些生活 将来有此我们会大化 你还要沉沦什么 歌词还忘记了 你还要承诺些什么 你知道我们都已经长大 你还要告诉我些什么 是梦想还是谎言 十九岁的你回来了吗 那一段自己彻底往事 享受速度享受和游戚 享受創作 享受共同的未来 生活是如此的自由 那一段自己彻底往事 继续走到继续再改变 你还要寻到继续再改变 你知道我们都抵抗吧 爱又 长不现什么 是梦想还是荒野 度过高山和海洋 你就 岁月流淌了我们老了 但是心里的孩子永远可以长保年轻 那年我们19岁 19岁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合法的成年人了 以前20岁成年现在18岁成年 随着时代的流淌 我们也变得很多的文明制度不一样了 所以呢在年轻的岁月里我们经历的一切 不需要再以老卖老的跟现在孩子说些什么 我们就陪伴他们好好的走过属于他们的青春岁月 但我们也不汗颜我们的青春岁月 不见得比他们逊色许多 我们也是轰轰烈烈这样长大的 好 在这首歌呢谈到的就是机油啊 他说那一年我们骑机车的日子 那绿岳老师昨天下午呢跟我的宝贝啊也是骑着车子去追云啊 因为爸爸加班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追追云 结果追着追着啊 云啊最漂亮的在家旁边 昨天下午带着孩子进行了一场机油 六点出发遇见一朵云我们一直追 在风中狂呼 在夕阳下狂夜 因为爸爸加班 促成母女这一趟旅行 好有趣的经验 精选的这一张居然是在家附近拍摄到的 原来最美的景色就在身边 有田野 有高铁 有夕阳 还有母女的欢呼声 这是我练习调色的第一弹 好有早安 你喜欢哪一种口味呢 第一张是叶子调色 第二张呢是美图秀秀调色 第三张是赖的滤镜 给大家看看赖滤镜呢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清淡雅的感觉 上面还有个小绿绿哦 一张作片三种情怀 一个人从青年 中年到末年 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你的人生三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的人生三态应该是在微光往事当中 轻轻的说再见我的青春 你的人生三态应该是在风中的早晨 推开窗门 跟现在的说早安 你的人生三态 一定是梦想不是谎言 今天就把这三首歌送给大家 一起轻轻的唱起 早晨的微风 我们向远处 出发中 出发了我们下梦想招手 今天15分钟的me time时光 谢谢大家一起来挑战超过一分钟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 各自安好 然后笑着过日子哦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